打开橱柜里面被罐头和干粮完全塞爆 英国民众毛起来囤货 全为脱欧末日预作准备 就怕3月29日大线一到 脱欧协议依旧难产 英国得面对最糟的无条件分手 许多人担心物资短缺 开始囤积生活物品 去年底就有业者顺势推出脱欧末日救难包 除了食物还有滤水器和火种 号参可以保存25年之久 虽然一个超过一万五千元台币 依然卖出六百多个 不等厂商增加库存 有些人在庭院自辟菜园 打算自给自足 但如今脱欧发展 却让民众更放不下心 英国首相梅伊和欧盟 耗时两年敲定的脱欧协议 15号却以432票反对 202票赞成 史无前例的悬殊票数 遭到否决 写下英国执政党 在议会的最惨烈挫败 托欧危机尽在眼前 首相梅伊一边得面临 可能遭不信任投票 下台一局功 若脱欧协议持续遭到否决 梅伊不是重新大选化解僵局 就是得面临无条件脱欧 或延长分售时间 不论结果如何 势必为英国震惊环境 掀起波澜 在新闻上拜拜